中国神舟12号飞船乘组的三名航天员 已经在天空空间站和停和核心舱工作了近三个月 按计划他们将于9月中下旬 呈神舟12号飞船返回地面 此次神舟12号返回舱将降落在东风着陆场 返回舱落地后将通过火车转运至北京 航天员回到北京后要进行身体恢复 一般分为医学隔离期 医学疗养期和恢复疗养期三个阶段 医学隔离期约为14天 航天员在航天员公寓内 适应地球重力环境 提高心血管系统和支持运动器官功能 提高力位耐力 消除飞行后疲劳 隔离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让航天员们恢复训练 避免过多人的打扰 同时期间他们还需要协助进行一些医学方面的研究 太空生理研究关系着未来的航天员们 通过这项研究 可以更合理设计飞行器 更好的采取措施 避免人体出问题 医学疗养期大约20至30天 航天员将入住天气好空气好的疗养院 在继续恢复健康的同时 逐渐增加活动量 恢复疗养期大约3个月 在这期间 要教航天员各项生理参数 恢复到飞行前的状态 3个月后 航天员如果身体情况良好 就可开始正常的日常训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